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机就进来了 其中一个就问他 东西放哪了 这小姑娘害怕呀 你们干什么的呀 我没有什么东西啊 然后这俩男的呢 不相信 就把这个姑娘啊 给举了起来 举起来之后往地上这么一放 这个姑娘叫小玲 当年是23岁 刚从外地到桂林打工的 这一次啊 不仅被这两个人抢走了几百块钱和一条金项链 还被其中一个人给强暴了 这是泯灭人性啊 小玲被侵犯之后 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一个人在桂林远离家乡只身一人 多难受啊 他呢 本来想着默默的忍受就得了 毕竟啊 被人强暴了 又总是有一个老观念 不希望声张 但是最终 在朋友的劝说之下 还是向警方报了警了 小玲租住的那个出租屋啊 位于兴安县城 兴隆购物城二期 这在整个县城来说啊 这都是中心的繁华路段 五月份啊 那时候天已经长了 那当时受到伤害是什么时间点呢 那是下午五点多 离天黑还早着呢 这购物城更是人来人往的 这起案子虽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吧 但是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地点发生这么恶性的案件 足够引起警方的重视啊 这起案子 在当地这个小县城来说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警方呢 立刻安排小玲去医院进行了相关的身体检查 还有取证工作 民警呢 也在出租屋里面展开了勘查 整个现场啊 提取了十几枚指纹 二十多枚鞋印 但是 谐音呢 指纹呢 都不同程度的有重叠 或者是遭到破坏 所以呢 比对的价值啊 都没那么高 民警到了小玲家之后发现 因为小玲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并且还对家里进行了一个整理的工作啊 收拾了收拾 之后呢 又叫来了朋友 无意之中 等于也对现场进行了巨大的破坏 提取到的指纹 鞋印 大多数不完整 要不是重叠 剩下的有一些比对价值的指纹和鞋印呢 赶紧进行排查吧 哎 结果发现 都是陪同小玲的那些朋友的指纹 这也就是说 有价值的指纹和鞋印呢 根本就没有提取到 但是 根据对小玲的进一步询问 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轮廓呀 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相对年轻的那个 估计二十多岁 一米七左右 长得呢 很瘦 年纪大点的那个呀 估计三四十岁 俩人说的呢 也都是本地的方言 对小玲身体检查的结果 这时候也出来了 虽然小玲是案发第二天报的警 但医生还是在他身上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 这个DNA经过和警方资料库进行比对 与其中的一个人高度匹配 那么比对上的这个人叫李志安 年纪呢 是三十五岁 就是兴安县本地人 根据警方内部资料显示 这李志安在五六年前因为盗窃 被湖南警方打击处理过 而就在这起案件发生前两个月的时候 李志安涉嫌在福建福州市入市盗窃 因为现场留下了李志安的指纹 警方呢 锁定了李志安的作案嫌疑 并且将他上网追逃 可是一直没抓到他 那么李志安现在人到底去哪了呢 警方立刻在李志安家周围 不控追捕 可很遗憾 当时李志安呢 并没在家 警方呢 又向旁边的邻居了解情况 邻居们就说啊 志安呢 去外地打工去了 现在 虽然比对中了李志安 但是找不到他的踪迹 另外一个嫌疑人身份也不能够确定 兴安县警方呢 就把李志安同样上网列入再逃人员 到了2014年3月份 李志安呢 在广西的一个地方 开房住宿的时候 被当地民警抓获 随后移交给了福建警方 但福建警方核实他身份的时候 遇上麻烦了 兴安县警方呢 随后也对李志安进行了核查 那么到底麻烦在哪儿 抓住李志安之后 提取了李志安的DNA 来和小林身体里面提取到的 犯罪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 也和此前警方资料库里 李志安的DNA进行了比对 发现对不上 也就是说 这个李志安不是他们要找的嫌疑人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的资料库显示 在案件现场提取到的DNA 就是李志安的 可是刚刚采集了李志安的DNA 为什么不匹配哪出问题了呢 DNA这个东西啊 他每个人都是唯一的 不可能说俩人DNA一模一样啊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 只能说警方在录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录错了 有了偏差呀 那如果是之前信息录入的时候出了问题 会是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呢 李志安呢 被警方控制之后 跟警方呢就说了这么一情况 我估计你们要找的可能是我哥 原来这李志安呢 有个哥哥叫李志兴 比他呢大一岁 两个人的相貌啊 身高啊 身材啊都很接近 五六年前 李志安的身份证 一直就被哥哥李志兴拿着在用 李志安呢 不得已之下又补办了一个身份证 李志安也知道自己哥哥呀 不走正道 这些年在外边干了不少坏事 并且李志兴还是个吸毒人员 李志安就推测 说肯定是因为我哥在外边又做了违法的事情 所以啊 你们才把我给抓住了 因为兄弟俩相貌很相似 李志兴当时呢 就拿着李志安的身份证 蒙骗了办案的警察 所以对李志兴进行DNA信息录入的时候 录入的才是李志安的名字 李志安说 嗨 说起这事来 我也苦恼 我最近几年坐火车住酒店 我都让你们警察抓好几回了 到现在 李志安的嫌疑终于被洗清了 警方随后撤销了对李志安的追逃信息 可是 他的哥哥李志兴去哪了呀 当然提起来 这李志兴 兴安警方啊 也不陌生 1994年的时候 李志兴就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广西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1年因为犯盗窃和抢劫罪 被福建的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 2011年年底 李志兴因为涉嫌在兴安县参与团伙盗窃案 5名团伙成员被抓之后获行了 李志兴呢 一直在逃 所以早在那时候 李志兴就是兴安县警方的网上追逃人员之一 这么说吧 这李志兴从长大成年之后啊 在外边没待几年 主要就是在监狱里边度过的 那么这李志兴 是不是抢劫和强奸小林的嫌疑人呢 警方啊 让小林对李志兴的照片进行了辨认 小林一看 情绪就很激动 没错 就是他 小林辨认的结果也让这个案子变得明朗了 但是李志兴此时早从警方的视野之中消失了 李志兴嫌疑事很大 他本身就是一名载逃人员 几年来各地公安机关都没放弃对他的抓捕 可是这么多年就始终没人能找到他 直到距离小林案件三年之后 李志兴的行踪这才再次出现 时光仍然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一晃到了2015年了 2015年5月1号 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 上午10点钟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可就多起来了 大伙呢 都休息了呀 逛逛街 吃吃喝喝玩玩 这一天呢 有一市民姓石 石女士啊 本来约了朋友去逛街 约定的地点呢 是在秦皇路边的南斗巷 她的朋友家呀 就住在旁边楼上 石女士站在路边 掏出手机来 就给朋友打电话 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突然呢 有人就拽她的包 石女士下意识的 紧紧抓住自己的包 就在那喊 有人抢劫了 救命啊 但是 这劫匪就拉着她的包不放 把她就拖到了路边 一辆停放的轿车旁边 这时候 这凶手从后备箱拿出了一把刀 朝着石女士的手背 啪就砍了过去 石女士不得已之下 这才放开了包 凶手最终抢走了石女士的跨包 钻进旁边的轿车 一踩油门就跑了 石女士的包里装着三千多现金 几张银行卡 还有几个不同的证件 这石女士当时这手啊 被砍的 受伤很严重 后来经过鉴定 已经构成重伤 凶手逃之夭夭 到底逃去哪了 他是不是李志兴 咱们呢 接着上期节目说 五一假期呀 啊 在县城中心呢 又发生这样的案件 确实让警方有点措手不及 这兴安县呢 往往一到这种假期的时候 都很热闹 为什么呢 锦邻桂林的市区 桂林 大家都知道 咱们小时候课文都学吗 桂林山水假天下 这是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再加上兴安县呢 是开通于秦朝 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比如距今两千多年的灵渠啊 这就很出名 游客很多 所以来这旅游观光的 那是络绎不绝 兴安县城的这秦皇路 是县里的一条主干道 也是最繁华的商业街 假期 光天化日 县城中心 迟到抢劫 这是不是跟当年小林被害是一样一样的呀 案发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这起街头抢劫案 就在当地的一些网站 包括大家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爆炸似的可就传播开了 啊 现在这种法治社会了 老百姓走大街上 还能出这种事 还有没有安全感了呀 所以当时这个事件 给警方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啊 立即展开了调查 受伤的石女士呢 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民警就在周边进行了走访 这案发现场旁边啊 有一家公司 这员工呢 就跟警方说啊 我呢 听见那位女士的喊声之后 就出去了 但因为路边啊 停了不少车 挡住我们的视线了 反正就看见俩人 好像是在拉扯 后来就看见那个凶手 拿刀砍了那女士一下 就跑了 整个抢劫的过程 也就不到一分钟 嫌疑人开车 就逃离现场了 目击者呀 确实不少 对嫌疑人的发型啊 形象印象很深刻 尤其那发型太有特点了 刘海特别长 两边的头发也盖过了耳朵 就有点像女性的那种奇耳的短发啊 就现在特别流行的 哎 那种小奇耳的小短发 挺漂亮 挺精神 挺时尚 但明摆着他不是个女的呀 他是个男的呀 当时这人呢 说看上去三十四五岁 个子嘛 一米六左右 皮肤挺黑 得亏啊 有目击群众 看见了嫌疑车辆的车牌号了 是贵AB开头的 那就说明 这辆车啊 这是广西南宁的车 侦察员立刻对这个号牌 进行了查询 但结果让他们很失望 为什么呀 这个号牌啊 是假的 是伪造的 显然这嫌疑人作案之前 这是有预谋 有准备的 民警呢 继续对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进行调查 发现这辆黑色轿车 是吉利车啊 当天凌晨呢 就进入了兴安县城 案发前大概半个小时吧 就停在案发现场了 案发之后呢 迅速的就离开了 尽管嫌疑人作案之中 始终没说话 但警方推测 他很可能是当地人 这个嫌疑人 能够那么快开车 离开现场 不带犹豫 就说明这个人 对这周围环境很熟 那么这辆车的真实身份 会不会也是本地车辆呢 所以警方对全县的 这一款吉利轿车 都进行了查询 相同类型的 反正全都调出来了啊 这辆车呢 是吉利全球鹰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子品牌了 前些年 吉利也好啊 包括奇瑞也好啊 这些国内厂商呢 喜欢多生孩子 好打架 是吧 做了很多的子品牌 那么整个县城 这款全球鹰轿车 差不多有四五十辆 警方就分析 他在不作案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用自己的真实牌照呢 这四十多辆同一型号的车 会不会有嫌疑车辆呢 侦察员对监控录像里的嫌疑车辆进行了仔细的查看 发现了这辆车的一个特征 现在你看很多年检呢 都是往上进行了 对吧 也不用贴那个年检贴了 但是过去不行啊 年检完了 包括买了这个抢险之后啊 你都得贴在挡风玻璃上 而发现这辆车呢 没有保险标志和年检标志 侦察员继续对本地所有的这款轿车 尤其是黑色的进行排查 终于找到了一个和嫌疑车辆特征相符合的 这辆车的车牌号是贵CK655开头 这辆车呢 也是右上角 没贴保险标志和年检标志 这车主啊 叫李俊军 这名字够绕嘴的啊 三十多岁 是兴安县乡里镇人 这李俊军呢 没有犯罪记录 侦察员就找到了李俊军 这辆车是你的吗 李俊军也很纳闷啊 啊 我什么这车啊 我没买过这个呀 不是我的呀 不是你的 你看看登记信息 我真没买过 这一查 这才发现 那辆车明明登记在李俊军名下 但是李俊军根本就没有轿车 他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名下有辆轿车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俊军哪就在那琢磨 哦 一年的时候啊 我堂哥 借过我的身份证 说去买辆车 但是 他后来也没告诉我 他这车买没买 买了也没告诉我是买的什么车 哦 那你堂哥叫什么呀 我堂哥 李志兴啊 嘿 对上了 这辆车的实际车主就是李俊军的堂哥 李志兴 这个结果让侦察员们是非常的兴奋的 因为距离小林被抢劫强奸案已经整整三年了 李志兴终于再次出现在警方的事业之中 但警方有一个困惑 据受害人石女士反应 抢劫他的人是长头发 而李志兴呢 他一直是短头发 当民警把李志兴的户籍照片给石女士辨认的时候 石女士看来看去 哎呀 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他 那么究竟是另有他人 还是李志兴已经换了发型了呢 或者说会不会是在作案的时候进行了伪装呢 哎 甭管怎么说 现在得找着李志兴 这才能为案件打开突破口 虽然现在不敢说百分之百的一定是李志兴做的 但最起码他跟这事有联系 在案发二十多天之后 警方得到一条线索 李志兴回到了桂林 并且出现在了桂林市象山区瓦瑶村的一个出租房里 警方立刻前去抓捕 抓捕的过程啊 非常的顺利 在他这出租屋里搜查的时候 民警发现了大量的开锁工具 还有管制刀具等等 满地都是开锁撬锁的这些玩意儿 还有水果刀 尖刀 匕首 砍刀啊 你要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卖刀的呢 此外还发现有制式枪支的子弹 34发 其中啊 24发是步枪子弹 剩下的呢 都是手枪子弹 但是手枪子弹规格还不一样 明显是来自于两把手枪 在搜查之中还发现了一个假发头套 而这个头套也揭开了侦察员多日来的一个困惑 到底抢劫石女士的是不是李志兴 民警啊 把这假发拿过来 往李志兴头上这么一套 然后拍张照片 让石女士辨认 石女士一看 对 就是他 在看守所里面 李志兴也承认 说那案子是我做的 做案的时候啊 我是做了伪装了 李志兴 就是抢劫石女士的犯罪嫌疑人 这起案子他认了 但是2012年5月3号 小灵被抢劫和性侵的案件 他认不认呢 他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呢 提取DNA之后 和当年从小灵身上提取的DNA 一进行比对完全符合 这就证明当年强奸小灵的就是李志兴 抓到他之后啊 再进一步的核查 发现李志兴可不是涉嫌这两起案件 2011年到李志兴被抓之前 他在多地连续作案 有盗窃案 有抢劫案 有强奸案 能够有证据查实的就有17起之多 而且这些案子横跨四五个省份 广西湖南江西福建 都有他作案的痕迹 2016年7月份李志兴因犯抢劫罪 抢奸罪盗窃罪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就这李志兴还不服气呢 还上诉呢 2017年1月份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李志兴是被抓了 可各位别忘了 当年抢劫强奸小林的是俩人呢 还有一同伙呢呀 那同伙是谁到哪了呢 李志兴说呀 当时那同伙叫蒋梦 2016年8月13号 在兴安县城的一个出租屋里 蒋梦被警方抓获 他当时呢 正和另外几个人一块吸毒呢 民警进去之后 三下五出二七里咔嚓 把他们可就全给抓住了 至此 这起时间跨度长达几年 涉及几十名受害者 十几起案情的系列特大案件 最终告破 深圳龙岗124特大绑架勒索案 侦破计时 案件来源深京东 时间1995年12月4日 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 这是星期一的傍晚 夜幕还未低垂 但横岗镇宽阔的大街上 亦是滑灯高照 街两旁的酒店和歌舞厅霓虹闪烁 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 虽然已是深冬 但南国的蓬城 却没有丝毫的含义 刚刚下班的小伙子们 穿上鼻挺的西装 姑娘们穿着靓丽的衣裙 融入着热闹的人流之中 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安宁 傍晚七点的时候 在横岗镇189工业区 港商李某 演上了办公室的门 走下楼梯 这工作了一整天的他 伸了一个懒腰 大步地跨进了自己 红色的奔驰轿车 李某随手就操起了手提电话 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告诉太太 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她知道家里有个朋友 正在等着她 今天晚上要好好的聚一聚 当奔驰车刚刚的开出工业区的大门 突然从大门的旁边 高速冲出了一辆悬挂着公安车牌 并且喷着公安字样的白色面包车 一下就把红色的奔驰轿车蓝停了下来 只见警车上冲下来三名男青年 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 手里挥舞着手枪 用力地把奔驰车门拉开以后 冲着李某大声地嚷道 我们是龙岗公安分局的 请跟我们走一趟 这还没等李某分辨 另一名青年已经把手铐 靠在了李某的双手上 把李某是连拉带拽的 弄上了警车 其中一名持枪的青年 钻进了李某的红色奔驰车 开着奔驰车绝尘而去 刚刚所讲的这一切 仅仅是发生在一分钟之内 这个李某是在横港镇 投资数额较大的一门港商 一直是守法经营 在当地声望颇高 这怎么会被警察给抓走呢 一个小时过去了 李某的太太董某在家 实在是沉不住气了 本来是说好十分钟就到家的 怎么过了快一个小时 还不见人影呢 于是董某就拨通了 丈夫的手提电话 但是没有人接听 再打电话到公司里面 公司说 董事长已经开车离场 一个多小时了 丈夫会到哪里去呢 平时要到什么地方去 那都要告诉他的 今天会不会是出事了 董某的心里 莫子就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阴影 情急之下 董某就拨通了横港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晚上九点钟 龙港公安分局指挥中心 报警电话骤然响起 横港派出所的副所长 向分局报告 辖区内的港商李某失踪 十分钟以后 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 率领着十多名刑警赶到了横港派出所 情况很快的就了解清楚了 李某是在当天傍晚七点左右 在横港189工业区的门口 被自称是公安人员的人 用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给带走的 警车的号码为GA7639 刑警副大队长王德明迅速的又把这一情况反馈给了局长刘国辉 但是分局指挥中心的调查却显示 当天下午 龙港警方并没有在横港189工业区行动过 这样三名男青年就已经被证实是假冒龙港公安 这很可能就是歹徒绑架人质 警车号码也已经查实是伪造的 至于喷有公安字样的白色面包警车 仅龙港就不下一百辆 再加上外地的和假冒的那难以数据 查起来那可真是大海捞针 由于港商李某在深圳投资的数额比较大 具有一定的声望 地位也比较特殊 这办案的干警仔细分析了李某失踪的可能性 排除了债务仇人等因素 最后定性为劫财绑架人质案 只是当时的办案民警们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一宗在全国来说 也是数额比较大的绑架勒索案 果然不出干警们所料 当天晚上十点十分左右 一个陌生的男子把电话就打到了港商李某的家中 电话中说 李某已经被我们绑架 我们是做生意有纠纷 请你们准备前来熟人 记住 不准报警 否则李某的性命就不保 至于如何联系 等下一步通知 说完 电话就挂断了 案情是终于明了了 绑架人质勒索钱财 这已经是确信无疑 龙岗警方就迅速的行动 成立了由局长刘国辉挂帅的124专案组 附有侦破经验的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王德鸣等人和横港派出所的六名刑侦骨干组成了侦破小分队 专案组定下了目标 最大限度的和绑匪周旋 绝对的确保人质安全 并且最终要把绑匪擒货 正当干警们全力以赴 攻坚破案的时候 绑架分子却没有了消息 事隔将近24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在12月5日晚上9点57分 绑架分子才把电话打到了李某的家中 一开口就要李某的太太董某交出300万美元赎人 这300万美元那可不是一时就能凑起来的 李某的太太经过和急于要钱的绑架分子讨价还价 绑匪们终于答应以500万港币赎人 他们就好像知道李某家属已经报案了似的 在当天晚上10点33分 绑匪再次的给李某的家中打了电话 恶狠狠的威胁说 如果你们要再和公安联系 李某那可就活不成了 在绑匪的多次恐吓之下 李某的家人为了保证李某的生命安全 不再配合公安干警的行动 12月6日清晨 李某的家属带着筹备好的500万元港币 在绑匪的指示下向惠州驶去 经过绑匪的几番调遣 最后在惠岩高速公路 沉江路段把钱扔在了绑匪指定的地点 当天晚上9点 拿到了500万港币赎金的绑匪 把港商李某带到了惠州的小金口镇 陈塘村鲁段予以释放 人质虽然是安全返回了 但是绑匪却是逍遥法外 岂能让犯罪分子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肆意枉为 专案组的干警就憋了一肚子的怒火和委屈 再次的全力的投入到侦破工作当中 干警们所面对的是一帮具有高智能作案和反侦察能力的绑匪 他们伪装成公安干警 开着假公安警车不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然而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办案民警们分析 绑匪指定受害者家属交钱的地点是在惠州 而港商李某也是在惠州获释 那么惠州一定是留下了绑匪的踪迹 事不宜时 干警们在下惠州 深圳市公安局和惠州市公安局密切的配合 采用了最新的计真手段协同作战 取得了上万份电脑资料 几个办案的民警就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 一份一份的查看 并且在地图上比照绑匪可能作案的路线仔细的研究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就这样整整三个昼夜过去了 案情终于是有了重大的突破 四名分别叫陈文森 李伟强 魏锦明 钟景辉的无业人员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经过二十多天的侦查 案子基本是告破 应该是收网的时候了 1995年12月27日晚上8点30分 深圳市国安局的局长办公室里边灯火通明 市局的领导听取了124特大绑架案专案组的汇报以后 立刻的作出指示 要迅速出击力争是一举抓获案犯 当夜子时 连夜从市区赶回龙岗的分局局长刘国辉 再次的召集了专案组开会 为了争取时间 决定连夜出击 并且兵分三路 火速的赶往惠州 惠东 波罗侵纳案犯 28日的凌晨 专案组的干警赶到了波罗县公安局 恰好波罗县公安机关也发现 深圳124特大绑架案的嫌疑犯 特征和本县 1995年4月21日 提款车被劫匪 抢走80万元人民币的特大案件 十分的相似 于是两地的公安机关决定病案直查 其中的一个嫌疑犯陈文森 已经是逃至广东的江门市 专案组的干警就马不停蹄的赶往江门 在抵达了以后 又得知到陈文森刚刚又返回到波罗 办案的干警们不敢有一点的停留 再次的又折回了波罗 12月30日凌晨2点 刑警副大队长王德明率领着六名办案干警 敲响了陈文森的家门 陈文森的妻子隔着铁门 睡眼惺忪的问道 这神经半夜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我们是查户口的 随后陈文森的妻子从门缝里 把户口本递了过来 王队长打开了户口本一看 陈文森三个字映入了眼帘 他强忍住内心的惊喜 对陈文森的妻子说 请你打开门 我们要一一的对人 陈某的妻子刚刚把门打开 六名干警是一拥而入直奔卧室 把扔在睡梦中的陈文森 从床上揪了出来 并且当场在陈家 搜出了猎枪和弃枪物质 赃款港币107万 和一本10万元人民币的存折 以及陈文森用赃款购买的一辆 崭新的三菱吉普车 与此同时 在波罗县的另一名案犯 魏景明的驻地 另一组干警设计 把魏景明诱惑出来 当场抓获 还有案犯李伟强就比较狡猾 他用赃款买了一辆面包车 平时就开着车到处的游逛 居无定所 行踪不定 办案犯警就根据他好赌的特点 找到了一个欠李伟强赌资的一个人 打通了李伟强的手提电话 约定了在某个地点还钱 这个李伟强一听有人要还钱 大喜过望 就开着车准时的赶到了干警的埋伏地点 就在李伟强专心致志的数着赌款的时候 五六只手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这样四名案犯现在只剩下钟锦辉在潜逃 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审下来 三名案犯不但交代了124特大绑架案 是他们所为 而且交代了柏罗421特大提款车被结案的真相 陈文森李伟强等四个人 虽然不是同一个县的人 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势赌如命 而且在当地的赌徒当中还小有名气 四个人也正是因为好赌而相识 进而因为臭味相投而结成了胡鹏狗友 然而赌场并没有长胜将军 四个人虽然是赌一高墙 也难免有亏本的时候 时间一长就觉得这钱不够用了 四个人就凑在了一起 绞尽脑汁的想着发财的点子 这思来想去的觉得还是抢劫来的最快 他们为了给自己壮胆 1995年春节刚刚一过 陈文森和李伟强就惊人介绍 在惠东县下冲海边 用2万元人民币买了两支 五四式军用手枪和30多发子弹 这样陈文森还嫌不够 又花了8000多元买了一支大口径的猎枪 有了猎枪 剩下的就是寻找作案目标了 1995年4月 曾经在薄罗县胡镇千德公司工作过的魏锦明主动献祭 他说千德公司的提款车经常在薄罗银行取款 每次都是上百万元 咱们可以在这上面下手 陈文森李伟强两个人一听 那激动的几夜都睡不着觉 然而每次提款车都是来去匆匆 就凭着他们几支枪 很难把提款车拦住 陈文森他们三个人就打定主意 决定先偷一部车来 然后再作案 1995年4月11日的晚上 陈文森李伟强和他们请来的撬车高手吕顺色 悄悄的来到了惠州市惠城区黄塘二路 西院八栋的楼下 顺利的到得了一辆价值12万元人民币的丰田旅行车 作为了抢劫工具 4月21日上午 魏锦明给陈李二范打了电话 说千德公司的提款车已经出发了 提款车的号码是广东400627 这陈李二范一听之后 马上就带上手枪 开着到来的旅行车 匆匆的赶到了波罗县 罗阳镇路段等候 上午10点的时候 当千德公司的提款车 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 陈文森就开车 把提款车当场截停 李伟强用丝袜套住了脸部 拿着猎枪冲出了旅行车 对着提款车是连开了三枪 但是他看见里边的人还是不出来 陈文森又开了一枪 这样才把提款车里的人赶了出来 随即抢走了车上的80万元人民币 曾经在深圳龙岗当过保安的陈文森也知道 一下子抢了这么多钱 万一要是被公安抓住 那身家性命肯定是不保 为了不让公安干警 抓住蛛丝马迹 这陈李二人在作案的当天 就把盗窃来用于抢劫的丰田旅行车 开到了波罗县 汤泉无人路段 并且浇上了汽油把车烧掉 企图焚尸灭迹 这次做完案以后 陈文森李伟强各分的赃款人民币32万元 而提供情报的魏锦明 则得到了6万元人民币的酬劳 初次作案就能捞到这么多钱 三名劫匪激动的是狂笑不已 陈文森当即就花了将近30万 买了一辆三菱吉普车 李伟强则跑到深圳龙华镇 用13万多元买了一辆面包车 那个魏锦明则迫不及待的到赌场一世伸手 80万元的赃款就这样 不久就被挥霍一空 1995年11月 已经用光了赃款的陈文森三个人 再一次的密谋了一场新的发财计划 所不同的是 这一次加入了一个新成员 叫钟景辉 陈文森提出来 他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镇一个汽修厂 当保安的时候 发现他们厂的李老板 也就是那个港商李某 经常的开着车进进出出 一定是非常有钱 不如就绑架李老板 勒索一笔钱财 李文森等人立即的点头称事 具有一些反侦察经验的陈文森 叫到大伙说 李老板在横岗可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不是那么轻易就能绑架的 计划一定要周详 千万要小心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魏锦明和李伟强赶到了广东的恩平 花了八十元钱 在当地买了一个伪造的GA7639假公安车牌 1995年10月25日的晚上 陈文森等人住进了惠东县政府的招待所 当天晚上 由魏锦明在招待所的三楼望峰 陈文森中景辉两个人串入到停车场 盗取了一辆价值十多万元的白色丰田面包车 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假公安车牌 就大模大样的把车给开走了 就在当月的26日 陈文森、魏锦明两个人又在惠州市小金口镇小铁村 以700元的价格租了一套房子 准备用来关押人质 对于这四名丧心病狂的劫匪来说 此时此刻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他们从11月27日到12月3日这段时间里 四名案犯是多次窜到了横港镇 跟踪监视港商李某 了解到了李某的活动规律 12月4日上午 自以为是万无一失的陈文森、魏锦明和钟景辉 开着盗窃来的挂着假公安车牌的面包车 李伟强开着自己用赃款买来的面包车 一骑的就来到了横港镇司机组 中午时分 李伟强把挂着公安车牌的面包车 开到了横港镇保安汽修厂 又花了400元钱 喷上了公安标志和蓝带标志 一直跟踪港商李某的陈文森 发现李某开车进入到了189工业区以后 随即就通知李伟强 赶快把车开到189工业区的门口等候 当天的傍晚7点左右 当港商李某开车驶出了189工业区的时候 陈某等四个案犯就演出了老欧在开头给大家讲的那一幕 陈文森开车 先把李某的车截停 然后李伟强、魏锦明 各拿着一把540手枪和钟景辉下车 把李某市强行拖上了假公安警车 并且把李某靠在了座位上 然后又用裤子蒙住了头部 然后向惠州市小金口镇高速驶去 因为怕目标太大 容易暴露 案犯并没有把价值百万的奔驰轿车给接走 而是由李伟强把奔驰车开到了横港镇银海酒店的停车场上 在那里给停放 但是贪财的李伟强在停车的时候顺手牵扬把奔驰车上的八万多元人民币 抢劫一空 随后李伟强开着私家面包车 赶到了惠州小金口镇小铁村和陈文森等人开始会合 为了防止公安干警 根据电话追踪案犯的位置 狡猾的陈文森和魏锦明 当天晚上又开车 赶到了龙岗给李某的家属打了电话 介意制造他们扔在龙岗的假象 12月5日清晨 案犯李伟强用抢来的部分赃款 化名李志雄到惠州的淡水镇 开通了一部9053885的手提电话 并且花了5000元购买了一辆摩托车 作为了既能逃避公安的追踪 又能向李某家属追索赃款的通讯交通工具 12月5日的晚上 四名案犯把李某关押在了事先租好的房子里面 用李伟强新开的手提电话和港上李某的亲属进行联系 最终谈妥以500万元港币赎人 并且约定在6日的早上开始交钱 到了12月6日早上7点左右 陈文森就开着假的公安标志车 李伟强开着摩托车 两个人是各带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来到了惠岩高速公路 沉江路段 为了防止公安跟踪 陈文森又登上了一栋高楼的顶部 手拿着望远镜观察着路面的动静 同时用自己的9001682号的手提电话 和手拿无线电话 躲在高速公路桥栋底下的李伟强联系 再用李伟强化名开通的9053885号的手提电话 和李某的家属联系 用以逃避公安部门的电话追踪 在陈文森和港上李某之期 董某拨通电话以后 陈文森就指挥董某的姐弟 从横港向惠州的方向驶去 当董某姐弟开着车 进入到陈文森视线以后 陈文森就让董某把钱扔在了路边以后 迅速的离去 而陈某在确信了没有公安追踪的时候 则打了手提电话 让躲在桥栋下的李伟强 开着摩托车把钱取走 陈李二人会合以后 丢弃了摩托车 驾驶着带有公安标志的面包车 逃离了现场 当天晚上 陈文森等人把人质李某当场释放 随后把到来用于劫持人质的假公安车 开到了东莞茶山烧毁 同时在东莞石龙桥上 把李伟强画名开通的 9053885手提电话和假公安车牌 丢入到河中 毁灭证据 事后 陈文森分的赃款 160万元港币 李伟强则因为表现突出 分得了220万元港币 魏锦明和钟景辉各分的港币60万元 至此 案件侦破终结 在1996年2月8日 陈文森等狂徒被押上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办台 劫匪的末日同时到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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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